而另外一位老先生骑脚踏车骑着骑着竟然冤枉送掉了一条命 这是广告招牌我们说很多摆在路边 结果台中有一位卖芭蕾的太太呢 她就是这个招牌收摊之后反正不管怎么样 她掉落了 结果有一位骑脚踏车经过的老先生经过的时候就绊倒了 一撞倒之下她当场摔到地上昏迷 炉内出血身亡了 法官现在判处这位太太四个月的徒刑 但是家属不甘心要向对方要求579万元的赔偿金 她在林里路边摆放各式各样的招牌 只是这些看板也有可能发生致死意外 一位就发生在这个围墙边 98年10月台中市一名王姓老翁骑旦车经过乌日光德国中 因为闪避不及撞上路旁红姓夫人摆设的巴勒滩招牌 当场倒地昏迷 炉内出血死亡 夫人变称当时她做完生意还特地用战板把招牌固定 旁边还放了紧视的三角锥 但战板不抿倾倒 导致老翁撞倒身亡 家属耻振粒粒 因为她从头到尾她也都不晓得 因为可能是做完生意忘记收走这样子 事后是才接到警察的通知说 那个有造成有人受伤 那这部分他们不是很清楚 法官最后一过是致死罪 判处红姓夫人四个月徒刑 但死者家属不甘心 另外提起民事赔偿579万 如果一公斤35元计算 夫人必须卖出16万斤的巴勒 才负得出赔偿金 家属对这部分她不是很赞同 所以她这部分她可能还会在 聘请律师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 不是认为说他们有错 所以她目前心情上还算蛮平静的 路边招牌影响交通 司空见惯 又路人闪避不及发生意外 看翻业者判赔500多万 是一个警惕 中文新闻廉价信台中采访报道 好